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四号突击炮 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 山川要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突击炮 可能有些朋友会把突击炮和坦克兼机车混为一谈 这也不奇怪 毕竟三号突击炮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秃子 在二战中可是打出了大名 它一共击毁了2.1万辆敌方坦克 但其实 在当时突击炮和坦克兼机车是有区别的 突击炮的作战思想是这样的 曼斯坦因觉得拖着火炮的步兵太慢了 跟不上装甲部队的速度 而突击炮就是为了保护步兵而设计的 它的任务是清除步兵前进路上的敌方阵地 这也是早期的不坦协同作战的雏形 不得不说 当时德国人之所以能横扫欧洲 我觉得装备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还是战术里面的革新 要知道法国战役中 英美的武器装备可并不比德国差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四号突击炮 就不得不提它的前身 三号突击炮 这是一种从1936年开始研发 1942年正式定型的自行突击炮 它是为了给步兵提供更好的火力支援而设计的 它没有炮塔 只有一个固定的炮盾 这样就可以节省装甲和重量 让它更加灵活和快速 它还可以装备一门笔 同级别坦克更加强悍的大口径反坦克主炮 这门叫做STUK40型刺激8倍镜75毫米主炮的武器 可以轻松打穿敌方坦克的装甲 它在成本上也很低廉 很适合德军大规模生产 三号突击炮 在战场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威力和效率 它不像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那样 抛弃了步兵 只顾着自己飙车 它是步兵的忠实伙伴 时刻与他们并肩作战 无论是攻城拔寨还是搞突袭 它在苏德战争中成为了德军对付苏军T34坦克危机的利器 它比同时期的三号四号坦克都要更加出色 它利用自己低矮的身形和稳定的射击 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三号突击炮的辉煌时代 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11月 由于当时 三号突击炮的最大生产商阿凯特工厂 被盟军的战略轰炸摧毁了 这让国防军高层非常担心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三号突击炮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 于是 他们立即找到了克鲁伯公司 要求他们尽快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突击炮 来补充三号突击炮的缺口 所以四号突击炮 就是为了弥补三号突击炮的生产能力的不足而紧急开发的 克鲁伯公司没有花太多时间和精力 他们直接就把四号坦克的底盘 和三号突击炮的炮盾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四号突击炮 我们知道四号坦克的底盘 有着八对小副重轮和原钢板弹簧的悬挂系统 这是四号巨型坦克的标准配置 而三号突击炮的炮盾则是固定在底盘上 没有任何旋转功能 克鲁伯公司只对一些细节进行了修改 比如炮口底座 战斗前望镜 战斗隔舱和排气装置等 就这样四号突击炮就快速地诞生了 并开始列装服役 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 很多人会把四号突击炮和四号坦克 尖机车混为一坛 认为它们是同一种战车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它们虽然都是基于四号坦克的底盘改造而来 但是它们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 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 四号坦克尖机车比四号突击炮 要更加流线型和低矮 它的主炮也更加细长 并且没有炮口之退紧 这是因为四号坦克尖机车 使用的是黑豹坦克的75毫米长管主炮 它的穿甲能力 要远远超过四号突击炮的75毫米短管主炮 其次 从作战任务上也可以看出 四号坦克尖机车 是一种专门用来反坦克的装甲战车 它通常隶属于独立的坦克尖机营 负责在后方埋伏 或者配合其他部队打击敌方坦克 而四号突击炮则是一种 用来支援步兵进攻的自行火炮 它通常隶属于步兵师或者装甲师 负责在前线提供火力压制 或者打击敌方阵地和掩体 但是到了战争的后期 二者的界定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点我们放在最后再讲 四号突击炮全重23吨 可搭载四人长6.7米 宽2.95米 高2.2米 它的车身高度比四号机型坦克 要低了48公分 这让它在战场上更加隐蔽和安全 我们知道 现代的主战坦克 都力求把自己的车身压得越低越好 以减少被敌人发现和打中的风险 而四号突击炮 在二战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先进的设计思想 四号突击炮 使用的是和四号坦克一样的动力系统 一台320马力的HL120汽油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可以让四号突击炮 达到3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 210公里的最大续航距离 四号突击炮 早期预生产型安装一门75毫米 PAC 39L43火炮 之后换成75毫米 PAC 39L48火炮 产量约780辆 产量最大的是安装75毫米 PAC 39L70火炮 总产量约940辆 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款 因为四号突击炮 是一种在战争末期 匆忙制造出来的自行突击炮 所以在前期的型号中 竟然没有配备任何一艇副武器 这让车组人员在战场上非常吃亏 无法对付敌方的步兵和飞机 后来克鲁伯公司根据前线的反馈 才赶紧给他加装了一艇 德军经典的MG34机枪 让他有了一些自卫和掩护的能力 到了后期的量产中 克鲁伯公司又增加了一艇MG42机枪 以提升其生存能力 四号突击炮 在装甲方面和四号坦克差不多 正面的装甲厚度为80毫米 侧面为30毫米 顶部为20毫米的装甲 另外克鲁伯公司给他设计了5至8毫米的裙板 用来保护车身下部和履带 前期的量产中 还有防磁装甲涂装 用来防止敌方的磁性地雷 但是到了1944年9月 德国的资源已经非常紧张了 这些多余的涂装就被取消了 四号突击炮 在1943年12月开始量产 但是由于德国的占据已经非常不利了 它没有像三号突击炮那样 有着多种型号和改进 它只有一种通用型 从量产到欧洲战场结束 只生产了1100辆左右 其中还有30多辆是从损坏的四号坦克底盘上改造而来的 大多数四号突击炮作为连级单位 被分配到步兵 国民制弹兵师里 每连14辆 后期为10辆 也有少数例外 如第90装甲制弹兵师的190坦克营 4SS 5SS装甲师等 也得到了一些四号突击炮 但是 与四号坦克兼机车近乎相似的设计 功能过于重复 在二战后期 德国资源本就不充裕的情况下 却要分别制造两款相似的装甲车辆 实在是过于浪费了 并且两款车型都是使用的四号坦克底盘 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转移了四号坦克的生产资源 减缓了四号坦克的生产速度 最后 我想说一说 为何四号突击炮和四号坦克兼机车 在战场上的界定越来越模糊了 那是因为到了二战的中后期 德军面对苏军的钢铁洪流 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他们只能让四号突击炮和四号坦克兼机车 都去担当反坦克的任务 这时候 他们的作战任务就变得很相似了 都是利用自己低矮的车身 在后方埋伏或者配合其他部队打击苏军的装甲部队 四号突击炮 在东线战场上也有过一些不错的战绩 它给苏军造成了一些损失 但是对于苏军那种不怕死的冲锋方式 这点损失根本不够看 另外 在华沙 维也纳等地的战斗中 四号突击炮也表现出了一些战绩和实力 作为三号突击炮的继承者 四号突击炮曾试图在战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从量产服役开始 就见证了德国双线作战的惨痛失败 在那两年里 德军除了寄希望于能改变战局的原子计划外 其他任何新型装甲战车 都无法阻止德国走向灭亡的命运 四号突击炮也不例外 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性能 只是徒劳地去抵抗历史的洪流 他只是德军无数溃败部队中的一员而已 但是 四号突击炮却有一点让人惊叹 那就是他的稀有程度 由于四号突击炮当时的产量有限 再加上二战后期的高阵亡率 导致四号突击炮能存活到现在的凤毛麟角 据说全世界只有四辆能完整保存下来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 说历史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